现在晚上十点半了 我老公和我闺女睡着了 我就开始干我的缝纫机的活了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是十点半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最近我老公好像是每天晚上就喝三个一两罐 就喝三个啤酒啊 特意留意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喝了三个还是喝了四个 如果是喝了三个 饿了话我就表扬他一下 刚才我又想了一下 尤其是因为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吧 他是最近他不是 反正是今年挺有信心的 想考试嘛 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得点说 那个今年要考两个项目嘛 哎呀一个是什么 我也不懂他那个东西 反正是考两个证 考试这两个证的话 工资可能一个证一个月能涨一万人员 这两个证一个月就能涨两万 可能是今年考两个 明年还要考一个可能是 就是能拿下这三个证来 可能格外工资能每个月再涨三万 也是为了学习嘛 最近基本上睡到三点半 四点钟他就起床了 正好我也是干到三点了钟 我干这个封热机的活 我干到三点了钟 我就上去睡觉 有时候我就是能坚持的话 我就把早餐给他做好了 放在那个地方 他自己起来再热一下吃 有时候我实在是也困了累了 做不了就家里边 冰箱里边有的那个 什么菜什么东西 他就自己弄点 放在那个便当盒里边 那个我上去睡觉了 他就下来学习 再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喝多了之后 他喝四个 其实就是有时候吧 人一喝多的话 你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打呼噜 说梦话 哎呀 反正就是 他自己就是一睡吃 我老公一睡着了 他就什么也不知道 我闺女哭啊什么 他基本上他都不知道 我闺女长到现在嘛 很少就说 哎呀 我闺女醒了 他起来哄哄 或什么的 根本他都不知道 不是我闺女影响 我老公休息 反而现在的情况是 我老公影响 我闺女休息了 他晚上一咳嗽 我闺女就醒了 昨天晚上就是我爹干的活 看着监控 我老公一咳嗽 我闺女立马就睁开眼 一活动 有时候要不就打呼噜 我跟这干的活 我都跑上楼上去 给他推推他 让他换个姿势 睡觉 或者怎么怎么的 所以我那天又去买了枕头嘛 就专门置打呼噜的枕头 还有就是 又给他买了咳嗽的药 其实我就想说 你把这个酒和烟 稍微控制控制 烟肯定是咳嗽 跟抽烟有关系 喝酒喝多了 身体也不好 然后一喝多了 你这个被酒精麻醉了 你这个脑子不受控制 你肯定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睡得一塌糊涂 你就控制不了自己 就有时候他咳嗽啊 说梦话 我上去叫他推 他都不知道 他就 就是反而你越叫他 他就越 越蹬鼻子上脸了 你越说小点事睡觉 怎么去他就越个人 就反而更影响我闺女睡觉 还有朋友说 让我老公去另外一个房间睡 或者说让我和我闺女 去另外一个房间睡 但是 我想说你正常夫妻的话 你分居他好吗 是不是 分居分习惯了 我感觉不睡在一个房间里边 好像你彼此有事情 都彼此不关心了 反正我觉得分居不太好 更何况现在这个情况是 我老公他也不愿意分居 就想说你 你稍微控制控制 别喝那么多 咽手抽点 也不是说 不让你 不让你抽咽喝酒 你咽手抽点 酒手喝点 就是适当的 你晚上咳嗽什么东西 你说 一个是你自己 也难受咳嗽 这就是 你也真的影响 别人修行 你说我跟着干点活 我好不用 我不已经睡着了 我想正八经的 我干点活 就是也是为了挣点钱 干点活 你说你在这个楼上 咳嗽咳嗽 我闺女又醒了 我又得跑向楼上去 再好好哄一哄 哄一哄 反正是 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老公有什么毛病 自己最知道 自己最清楚 反正我是觉得 分居不太好 我老公也不愿意分 如果他那样是 他嫌弃我啰嗦 或嫌弃我怎么怎么的 他早就和我分房睡了 我们楼上四个房间 是不是 他可以随便找一个 还是说夫妻两个在一起 都有缺点 都有优点 对不对 就是我的一些缺点 我老公能包容 我的一些 老公的缺点 我也尽量包容 但是有一些 实在是忍不了的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 说一说他 让他稍微改变一下 你像是抽烟喝酒 抽烟喝酒 确实对身体不好 咱也不是说 让他一点不愁 一点不喝 你适当的 你说你喝四罐啤酒 是不是有点多 你正常其实喝三个 咱就说你喝三个吧 其实他正常喝三个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但是喝四个了 再加上他有时候 可能是上班有点累了 喝完四个啤酒去 立马他就晕活了 说话啊 干什么东西 你看他就不是正常人的 那个感觉 烟抽多了 其实抽烟什么的 喝酒 也挺费钱的 咱不是说心疼钱 主要是说 还是对这个身体 他现在已经咳嗽了 你已经咳嗽了 肯定就是对你抽烟 对你的身体 有什么 就是不好的地方 所以你才那么硬咳嗽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 夫妻俩彼此的互相包容吧 我好像也不是说 就是那么狠毒的女人 我都感觉有一些人 现在都开始批判我了 觉得我这样不好 又那样不好 好像还有的说 担心我老公的老年生活 哎呀 我们自己的夫妻生活 我觉得我们自己最清楚 你说呢 你看你看见的只是表面上 我觉得我还是 我的一些事情吧 我老公他能容忍我 他能包容我 如果他不能包容我 我估计肯定不是这么个 就是我们俩的关系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觉得我也有优点吧 别看我整天是说话 这儿是那儿是 其实我该对他好的地方 我也对他好 真的 就是 哎呀 反正他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也尽量包容 实在是包容不了的话 我肯定也得发泄一下 对不对 你不能让我总憋在心里边 不说出来吧 那样夫妻生活 这是每天都要在一起的 一天24小时 不能说一天24小时吧 你大多数时间 还是要和老公在一起的 如果他的一些缺点什么的 你都包容不了 你又不能说 你又不敢说 那你们之间的这个夫妻关系 是不是 根本就 好不到哪去吧 应该说 是不是 坚持不了 维持不住 对不对 可爱啊 地势上真可爱啊 好好坐着 你被吊上去了 你腿丢挡着 哎 你好好坐着 这家伙早上给他蒸的鸡蛋呢 前两天给他买了乌鸡蛋 乌鸡蛋小 蒸了两个 加的菜 加的虾皮 加的香油 蒸了白吃 好不用 吃了一大半 咋的了 哎呀 竹笋 竹笋 要竹笋 好不用弄了点米饭 就着吃了 那有半碗吧 白吃 吃蛋糕 吃了那有 吃了刚才这么一块蛋糕了 这第二块了 不吃鸡蛋 想吃蛋糕 我的活儿干完了 今天一会儿去送给市长 领子都干完了 鸡鸡鸡 走 我们坐车吧 好不好 去坐车 把活儿送给市长之后 要再去汇款 那个 不是我们要订好了 买车吗 那个什么 我们订好要买那个车了 先付款 你要啥 你要这个 好好给 别往都丢了 把我的大葱给我弄下来了 你这家伙 你闲着就要命 你谁又弄得满地 都说 这边妈妈妈的葱拿下来 好快走 你好好下 你怎么样下